美中台的關係真的是剪不斷 裡還亂 我們來看到的是美國的參議院 一共有50位參議員 他們聯合呼籲希望趕快啟動美台 BTA的談判 那其實參議院也就一百席 所以50位參議員就等於是一半的人數 這個BTA實際上它是一個縮寫 就是Bilateral Trade Agreement 就是意思就是說雙邊貿易協定 那這些議員就呼籲說 因為我們台灣是美國長期的經濟合作夥伴 那再加上美國 加上我們台灣已經要開放美豬進口了 所以美國應該也要釋出善意 所以應該要盡快啟動BTA 那再來就看到的就是共和 這個是眾議院 眾議院實際上他們也有發布了一個報告 那這個報告其實是針對 如何對抗中國的策略建議 不過報告書一發布之後 有眼尖的網友發現了喔 在中國的版圖上是紅色的 可是台灣這一點並沒有被列入紅色 所以大家就說現在美國官方正式把台灣證明了 台灣是一個獨立的國家 並不是中國的一部分 那其實現在歐盟峰會也正在登場嘛 可是這一位前北約的秘書長拉斯穆森 他就有呼籲歐盟應該要強化對台灣的關係 他怎麼說的呢 他說因為實際上從中國最近對外的一個態度 在他看來他覺得這是展示一種侵略性 就連之前這個傑克的參議長不是有來台灣嗎 然後他們的中國的外交部長 居然還說要小心要付出沉重代價 那他就覺得說這樣子具有侵略性的態度 其實並不是歐盟樂見的 所以要嘛就是姑息中國的態度 要嘛就是應該要趕快加強對台的關係 而中國駐美大使崔天凱他則是坦言 他覺得當前的美中關係 正在經歷建交41年來罕見的嚴重困難 那他也提到其實中國並不希望脫鉤 然後也反對新冷戰 他說現在其實中國希望的就是拿出誠意與善意 跟華府繼續走下去 好可是呢要走下去 美國勢必要覺得說那你中國的一些價值觀 要跟我們是一樣的嘛 好但是在香港這個問題上面呢 顯然就是沒有辦法有共識 因為中國先前不是通過了這個在港 香港的港版國安法嗎 那在美國呢他們就說他們現在決定要提供在美港人 臨時保護身份 要讓他們呢可以留在美國 然後呢還可以合法取得工作的機會 甚至呢願意以難民的身份來庇護這些人 而歐盟峰會當中他們也發表了聲明喔 強調他們也嚴重關切中國的人權還有香港的情勢 以及中國是如何對待那些少數民族的 好不過我們說到了美中之間的一個紛爭喔 其實華為就是其中一個問題嘛 那我們就看到了這個是華為的財務長孟晚舟 人在加拿大喔 那其實最近都一直還在打這個引渡案的官司 不過呢現在他的這個委任律師就有指控美國忽視了關鍵證據 然後呢似乎是想要去誤導加拿大的法院 那加國法院認為說好既然現在有疑慮 那他們暫停聽證會 好可是暫停了聽證會 另一方面其實華為他們還是很努力的希望拓展在國際間的業務 其實英國跟德國就是華為在中國以外的最大的一個希望發展的市場 好可是呢都踢到了鐵板好包括像是英國 英國先前其實就有說華為的產品存在嚴重的安全漏洞 那最近又發表了一個報告指出這個嚴重的安全漏洞 華為顯然是沒有辦法改善的 好所以7月份的時候就有強調說那12月31號之後 華為的電信商都不可以再採購 這個英國的電信商不可以再採購華為的5G設備 那再來是德國 德國其實一直都沒有封殺華為喔 好可是呢在美國的壓力之下 其實現在德國的總理也有強調說他們會立法 然後嚴格限制 不過這個嚴格限制呢其實就是設下了很多門檻 然後這個也有種種的這些難關必須要去克服 所以也有外國的媒體就報導說 那其實就是變相要封鎖華為 好只是沒有把話講的那麼難聽說我們禁用華為 好不過呢華為的意大利分公司的這個負責人 他就有強調說其實華為是願意讓大家打開他的內部 讓大家解剖來看看他們 強調呢他們願意接受審查來證明自己並不會構成威脅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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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